全球大視野 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員囉 歡迎大家 加會員成為 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我個人的看法是 俄羅斯已經達成 他所需要的戰爭的目的 就是說把四個州 納入他俄羅斯的領土 這四個州的領土 烏克蘭能不能拿得回去 我個人看不出來有那個機會 那第二個我想跟大家說明的 就是說克里米亞這個克勢大橋 這個基本上應該是 克里米亞的一個補給線 但談不上是一個 烏南或者烏東的補給線 因為從盧甘斯克到 頓內斯克一直到 納波羅勒 到了這個赫爾松地區 已經連成一系 而且馬里烏波爾這個港火 控制在這個俄羅斯手上 所以他隨時都會跨過海峽 來做補給 所以那個 基本上雖然是交通線受到損 但是影響到俄軍的補給線 還不至於 再來他這兩天 的確為了挽回一個面子 或者想要煞煞烏克蘭的銳器 他用了很多的導彈 在轟炸烏克蘭各地 但是兩個症狀就出現了 第一個症狀出現就是說 為什麼傷亡的數字這麼少 為什麼破壞的對象 都是民間的對象 而且破壞的面積不大 這個有人說 你的導彈的武器不精準 你的偵察系統不精準 我對這個是迟疑 為什麼 當俄羅斯戰爭一開始的時候 就第一個時間 第一個時間俄羅斯的導彈 幾乎就把烏克蘭所有的 空軍基地 海軍基地 統統快消滅掉了 那你怎麼可能 以前這麼精準 現在不精準 你給我個答案 我想不出來 還有沒有別的答案 所以變成說 這有點用這種 意氣之爭的宣傳戰 那希望說 從此壓著這個烏克蘭 老百姓受到了一種 心理上的壓抑 因為以前老百姓覺得 反正打仗是軍人的事 都在烏東地區打仗 我們其他地區 包括基輔都很安全 而且普廷 連對於澤蘭司機 都沒有採取任何斬首行動 對於烏克蘭的政要 包括國會大廈都沒有轟大 都沒有轟炸 連國防部都沒有轟炸 我搞不懂 這樣這麼一個溫和的打法 他到底想達成什麼戰略目的 想當一個斯拉夫民主的 一個什麼偉大的統治者 所以他不想造成太大的傷亡 是不是 所以他把敘利亞的那一位將軍 調過去當總司令 他的外號叫什麼 叫做敘利亞屠夫 結果到了烏東戰場上面去 一點都不屠 相對的溫和的一塌糊塗 那應該是普廷做了一個政治決定 那軍事是政治的延長 政治領導人做什麼決定 那地方軍事領導人 即使愛手愛腳也真的沒辦法 所以這個禮拜我們看到 普丁的態度是在轉變的 有人說俄羅斯是不是開始 誓出善意想要結束這場戰爭 因為冬天快要來了 那首先呢狂轟基輔的原因 有各方面的分析 像是俄羅斯他們的安全事務專家 加利奧蒂他是說 從普丁的行為來看 現在呢像是 普丁像是被逼入絕境的老鼠 什麼意思呢就是比任何時候 都還要危險 但是我們也看到在這個禮拜呢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 也釋放了一個訊息 他對外說呢 如果美國想要跟我們坐下來談 OK啊你約我們 我們就跟你談 這是俄羅斯釋放的訊息 所以我在想 俄羅斯是在找台階下了嗎 這場戰爭還能再打下去嗎 尤其是普丁今天 突然間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 我不打算摧毀烏克蘭 他說我的目的已經達成了 我指定的目標達成了 甚至他也說 我們當初預備動員令30萬 還要更少 他說兩個禮拜之內 所有的徵召行動都會結束 將軍這什麼意思呢 徵召行動要結束了 因為他的徵召行動 已經在國內 引起很大的反彈嘛 所以戰鬥民族這個神話 也快要破滅了嘛 就是說以前都相信 俄羅斯的部隊戰鬥意志很高嘛 那從戰場上逃亡的戰 跟被俘的狀況 跟撤退的狀況 跟後方這個動員的幾個景象來看 並沒有想像中間那麼堅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普丁講這個話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當初起戰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節目講得很清楚 消滅亞素營 對不對 亞素是一個民族上的壓迫歧視 種族歧視的 壓迫俄羅斯人民 第二個爭取戰略眾生 那麼戰略眾生 我當時就講了有兩個程度的眾生 涅布河全部占領的話 那是最大的眾生 那是很完整的 那其次的就是 盧甘斯克跟頓內齒克 兩個州的這個土地的佔領 就獲得俄羅斯戰略上的安全 免得一下子就可以打到摩斯科 這個目的也達到了 第三個收服了兩個州 那意外的還把荷尔松跟這個 納破羅勒一起拿了四個州 拿了四個州 他就想很快地用公民投票 把它合法化 但全世界都不承認 不承認還包括克里米亞都不承認 那所以你看前一陣子 他為了要統合這個北約跟美國的介入呢 他說我降低核子門栏 因為俄羅斯很清楚自己的國力啊 是沒有辦法跟全歐洲甚至於駐歐 美軍的這個正面的一個作戰 所以他把核子門栏降低是有點威嚇的 這個威嚇的效果沒有達到 還逼得芬蘭跟這個瑞士加入了北約 所以這個得不上算了 那這一次北溪二號被炸 他先定位為恐怖分子 是 恐怖主義 這個北溪二號不是俄國的財產嗎 那你可不可以用核子武器 那他講了 我抓到兇手了 是恐怖主義 這樣的話就不需要為這個 這個俄國領土被打或資產被打 要用核子武器 這個就解除了 第三個這個GIP這個東西 我覺得我們媒體不能用狂轰 因為只有十幾幾次發嘛 一共八十幾發導彈跟這個東西 那為什麼傷亡只有十七個人 到九十幾個傷嘛 死了十七個 轰啊 你要想想 俄羅斯以前在南斯拉夫跟敘利亞 用的手段是上千架飛機的轰啊 那幾十萬老百姓的傷亡 那這次俄國戰爭沒看到這個行為 我們覺得很奇怪啊 這個俄國空軍是很強的 他不管老舊的轰炸機 對無差別的轰炸的話 那烏克蘭會死傷很多 包含軍人也死死 老百姓也死 他沒看到用這個手段 第二個 現在 你去掉彈藥 你還有空軍沒有用 你用的都是什麼 而這個戰後啊 美俄他們有一個叫做中程導彈的協議 美國不參加 結果俄羅斯搞了很多 那是很老舊的 所以你現在看 失去準頭的 就是低於音速的巡弋飛彈 中程飛彈 所以他的打點的效果不是完全那麼精確 俄羅斯有 有精確的像匕首 耗時 這種是超高音速的飛彈 連美國都沒辦法攔的 但是因為產量很少 很貴 他到現在沒有大量使用 那這個 現在這個季節是幹什麼呢 因為打完在四個州以後 俄羅斯的後勤也跟不上 補給也跟不上 兵員也不足 他一定要利用這個冬天做整補 所以俄羅斯最近才釋放出一些 好像要邁向和平的訊息 所以這個就是可以談了 基本上我的目標已經達成了80%了 是 對不對 那現在討價還價 我可以讓些什麼東西 可以談 那 倫次司機知道 談 他談不出什麼好結果 要拼命要 他也知道俄羅斯的空軍轟炸 比這個導彈工具要可怕得多 我們二次大戰的戰略 東京轟炸就死了10萬人了 那個燃燒彈 把整個東京市募資結構 全部燒掉 所以他現在不是要進防空飛彈嗎 對不對 那我就奇怪了 我要是俄羅斯的話 那你防空飛彈四套 還沒有部署的時候 我是不是先轟炸 那顯然就是沒有積極攻擊的意願嘛 你等到冬天過去 人家防空飛彈全部齊了 你空軍又沒有用了 上次不是赤裂之虧 坦克車碰到標準飛彈 坦克車損失很大 是 武裝自身機碰到這個赤裸飛彈 它損失很大 這個我就不知道俄國是怎麼想的 顯然它現在也內外形勢都不容許有一個大規模的 北伐道吉普收服烏克蘭的 不可能了 但是輪車司機也沒有能力做收服司徒的大舉行動了 所以輪車司機也利用這個冬天拼命要武器要鈔票 能夠維持到現在這個就不錯了 那以後的小部隊的攻擊跟點的突破 我覺得輪車司機可以做得到 但是俄羅斯也經過這個冬天的補給 在等待你 歐洲 歐盟的解體跟北約的分裂 因為這個能源作戰 已經繞成歐洲很大的困擾 他也在看 就好像一鍋湯要燉 要花時間 要花時間 而且他放出適合的消息 北七二號還有B線 你在冬天冷的受不了 你要不要開 所以逼得這個 德國說我不要 不要你馬上面對自己國內的問題 因為西歐是民主國家 民主國家冬天過不去的時候 你的選舉就過不去了 是 人民會反彈 所以他為什麼這次炸電力設施呢 直接公理能源 這是公理能源嗎 你油沒有 天然氣沒有 電也沒有 你真的燒木材過日子嗎 城市裡面沒辦法 鄉下可以 對不對 這個也是一種非戰術性的工具 我們稱之為政治性的工具 是 我安裝得一種非戰術性的工具